- 想請問你平常靠場自己的時候 你會想要選這種A5頂級和牛 還是這種直了拉麵 你可以吃到飽的 我會選拉麵 因為我個人蠻喜歡吃拉麵 我覺得靠場自己除非是 就是有很大的優惠 不然的話應該平常不會想要 就是吃頂級和牛吃到飽 說到想好好慰到自己 吃到飽也是另一派過癮的選擇 不過您有聽過拉麵吃到飽嗎 位於高雄美術館周邊一帶 有一家充滿了日式風味的拉麵專賣店 每到用餐時間總是大排長龍 原來店家祭出了誘人的吃到飽大旗 不管是拉麵 炸物 蔥花 糖心蛋 甚至是叉燒肉 統統讓你吃不用怕 俏皮的孫老闆還說 世界上如果有吃一碗拉麵解決不了的煩惱 那就來多吃幾碗吧 我對吃到飽是超級的愛的 自己很喜歡 有些大學生來可能就可以吃了七碗麵 然後糖心蛋還有可以一次吃九顆的 然後叉燒片有吃到二十 我忘記二十幾 但是有確定有吃超過二十片的 我覺得這是台灣人喜歡的模式 客人喜歡我也很開心 像我每次結帳的時候就跟客人說 我們吃飽啊 然後他說沒有一個跟我說不飽的 他說已經頂到那個頭頂了這樣子 那我就覺得很開心 就是這個是我想要給他們 就是覺得來這邊吃 是可以很幸福很快樂的事情 我是本來就住在這附近 然後就是經常看到就很多人在排隊 想說來嘗試看看吃看看 他就是吃吃到飽的 然後他可以點蠻多蔥 他可以撒整碗蔥在上面 然後就很過癮 因為第一次聽說有拉麵吃到飽 覺得蠻新奇的 孫老闆豪邁大手筆 就是要讓所有客人吃得滿足 並且樣樣堅持好食材 像是店裡招牌叉燒肉片 就是使用高成本的豬梅花 以獨門醬汁滷上三天三夜 肥瘦均勻的油脂 褐色中帶有粉嫩色澤 吃起來相當清爽不油膩 再搭配香醇的豚骨湯頭 一起品嘗十分過癮呢 柏多豚骨的話呢 我們是用豬骨去熬 那其實它豚骨的香氣蠻重的 因為我們也要加了很多的豬杯子 可是又考慮女生 女生就是會覺得豚骨湯 比較油啊會比較噁心 所以我們在湯頭裡面 我們大概會加14種到16種的蔬菜水果 那主要就是讓湯頭吃起來是鮮甜的 豚骨的部分我們還會加一些 我們自己的辣椒嘛 去做調和 所以消費者還滿喜歡這款 就是我們的辛辣豚骨 對會讓可以喝到豚骨的香氣 可是辣又不會傷到喉嚨 就是嘴巴會有點稍微麻麻的感覺 吃起來就是很順口 然後那個辣也不是很辣 就是吃下去會有一個麻香麻香的感覺 很特別它這邊麵可以調硬度 看你要吃比較硬還是比較軟的 都可以調 這裡的麵條本身筋道十足 湯頭更是濃郁 不輸知名拉麵店 全市身為了拉麵控的孫老闆 特地跑去日本拜師學藝取經回來的 客人能依照喜好調整麵體的軟硬度 以及湯頭濃郁程度 讓您品嘗到心中最完美的比例 最貼心的是 孫老闆非常替蔥控門來著想 霸氣的給足蔥花無限取用 想要來一碗自製蔥花拉麵 完全不是問題 不過是什麼樣的契機 讓他不惜陪本 也要推出吃到飽模式呢 我都是做那種芭蘭博的 出頭很多 那時候原本做半個月而已 很多客人吃到喜歡 就繼續帶人來吃這樣 然後那時候就好了好了 不然就再繼續延長這樣子 你問我說延長要什麼 我也不知道 對 可是我已經在想 在下一季可以再出什麼 新的菜單這樣子 陳毅推出浮花系樹幹拉麵 G4拉麵等獨創料理 在網路上掀起一波熱潮的孫老闆 腦筋總是轉得比別人快 讓客人每次來到店裡 都有不同的驚喜 而他還有個鴨香寶 那就是日式料理店 絕不可錯過的炸物 也是讓您盡情吃到飽 我們最治好的就是我們的雞湯羊 因為我們的炸粉都是自己研發的 整塊雞湯吃下去 外面一定是酥脆 可是我們是到肉的部分 你都可以吃到很濃濃 很有層次的香氣 還有可樂餅 可樂餅也很厲害 我們是自己 我們是買到現成的 我們都是用馬鈴薯泥 然後回來自己塑形 所以吃起來會比較綿膩 跟外面可樂餅是完全不一樣的 咖哩與馬鈴薯混合的可樂餅內餡 香氣濃郁 口感滑順 一口咬下 咔滋咔滋的 實在是讓人忍不住一口接著一口 如果這樣還不夠滿足您的胃 可以再來一碗蒜香叉燒飯 紅蔥頭 紫洋蔥 蒜頭熬煮過後的滷汁 鹹香四溢 還帶有一點香辣味 超級銷魂 孫老闆的拉麵專賣店遍布全台 不管在北中南 您統統吃得到 像這樣用料豐富 品項多元的拉麵吃到飽 吃起來實在是大大過癮又幸福 您多久沒有好好靠上自己了呢 喜歡用吃到飽 療癒滿足自己的朋友 不妨馬上將它收入口袋名單 相約朋友一起去朝聖囉 咿啥 作詞曲字集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